歡迎您持續鎖定 即時新聞現場 我是林佩潔 來關心台北市中山 北松山立委補選的 一個最新的開票情況 被視為是2024大選的前哨戰 一開始票數膠著 目前王宏威是已經拿下了 5萬票拉開差距 那麼投票率是42% 最近狀況 連線給記者王志恆 好 主播觀眾 現在記者就在國民黨 台北市黨部前面 可以看到現場 已經聚集了非常多的記者 還有很多的支持者 現在是慢慢的湧入到了 這個黨部來 要來替王宏威來加油打氣 支持他們的這個候選人 那麼其實從這個一開始 開票 吳怡農跟王宏威的票數 緊咬得非常的近 選情非常的緊張 也讓這個現場的 藍營的支持者 其實當時臉色是非常非常的凝重 一直不斷的緊盯 這個開票的數字 看著這個數字 兩人的這個距離 這個票數是陷入了拉鋸戰 心情很像在洗三溫暖 不過目前 現在兩人的票數 王宏威逐漸的拉開了這個票數 已經將近快差了五千票 這也讓這個現場的 藍營的支持者 稍微鬆了一口氣 不過現在看起來 還沒有辦法鬆懈 因為今天的當選門檻 如果依照這個四成的 投票率的話 要拿下五萬四千票 才能夠順利當選 那麼目前 泛藍的支持者 現在在現場 這個國民黨 台北市黨部 聚齊的人數越來越多了 那麼再等一下 王宏威 預計在五點多 也會前往到 這個黨部來 跟這個支持者喊話 也會來發表這個談話 那同一時間呢 吳英龍也會到他的競選總部 來進行發表談話 那麼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我們也會帶您掌握最新的情形 主播 好 謝謝智恒 目前這個開票情況 是以王宏威持續的領先 現在是已經突破了五萬大關 那麼稍後有最新的開票情況 我們會持續的為您來掌握